申請 好那 個人可以講完之後 我們來講繁星 會聽得比較懂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繁星的部分 那同學都知道說 其實你要看繁星的話 你必須在大灣高中高一高二 校台要多少 前百至五十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繁星的部分 那繁星 我們再提一次就是說 你跟繁星的話 你一定是在大灣高中 推薦到某個大學的某個學群 去參加繁星征選 然後你去 參加這個學群征選的時候 你可以給那個學群怎樣 很多科系對不對 然後第一個人家會去看的就是 學測成績 或是陰影成績有沒有通過 那通過之後 你要跟其他紅去比什麼 第一個要比校牌 對不對 第一個要比校牌 校牌同分 等於要比其他的項目 可能是學測成績 或是在校成績對不對 好 大概繁星的規則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叫彰化女中對不對 好 老師圈穿那個地方是怎麼 他在105年的時候 透過繁星 上幾個台大 幾個 五個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好 再來 這個叫 鋼三高中對不對 老師下午要去這個學校 他在105年的時候 他是全國繁星上最多的 有106個 好 他怎麼上的 等一下 聽完之後你就懂了 好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繁星校牌是很重要對不對 好 問 再做同一個問題 如果你今天可以報台大的話 請問你的校牌要多少 一趴 一趴 好 OK 各位聽到台大就是一趴 然後正大就是兩趴 然後這 心懷就是三趴 是這樣子嗎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統計一些資料 去年狀況 來第三個叫台灣大學 去年58個科系 他當然有很多科系 都要一趴才可以上 但是他去年也有一個科系 只要19趴也可以上 好 然後有一些科系 只要十幾趴也可以上 OK 好 去年的成功大學 42科系 他有很多科系 都要一趴才可以上 但是他有20趴也可以上的科系 好 那去年的清華大學 39個科系 他有一趴可以上的 有20趴也可以上的 OK 好 去年的中央 好 26個科系有三趴 可以上的 也有20趴也可以上的 好 去年的 譬如說這個長根大學 18個科系 他有2趴才可以上的 也有29趴也可以上的 好 去年的 譬如說東華大學 有一趴才可以上的 也有30趴也可以上的 OK 好 你覺得輔大 反正進化暴退 來 去年50月科系有2趴 才可以上的 也有38趴也可以上的 OK 淡江 7趴可以上 也有37趴可以上 OK 原治 也有40趴也可以上的 OK 看了嗎 OK 然後這些都是40-50趴 來 跟你講一下凡星 凡星他是不是有分兩輪分發 有沒有聽過 凡星是有分兩輪分發 好 那如果他在第一輪分發的時候 他錄取不足了怎麼辦 譬如說他本來錄取5個 但是他在第一輪只錄取到2個 那時候還差3個 這時候他一定會再去跑第二輪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凡星他有分兩輪分發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去年的台大58個科系 總共有26個科系要跑第二輪 去年的成功大學42個科系 總共有22個科系要跑第二輪 去年的新華大學39個科系 總共有22個科系要跑第二輪 好 去年的這個中央大學26個科系 總共有16個科系要跑第二輪 好 去年的嘉義大學39個科系 總共有27個科系要跑第二輪 去年的淡江大學51個科系 總共有44個科系要跑第二輪 好 你看到這些概念 你覺得說 怎樣的學校要跑第二輪 他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科系跑第二輪 感覺好像怎樣 第一輪好像也沒競爭那麼激烈 對不對 他如果競爭很激烈的話 他可能怎樣 他所有科系可能在第一輪都被連搶走對不對 他幹嘛跑第二輪 所以感覺沒有競爭那麼激烈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台大他也是怎樣 他有26個科系要跑第二輪 好 清大他有20幾個科系要跑第二輪 成大也是等等 有沒有 好 所以現在看到這些數據 你可能對凡心有其他想法對不對 好 那懂了之後 其實我們剛才看凡心 他遊戲規則很簡單 但是凡心最麻煩就是他的規定一大堆 好 那既然有規定的話 你會被防守防角對不對 好 那規定 全部都在這一頁裡面 但是我們直接用例子來去做解釋 你會直接比較清楚 好 來 第一個當然你要有學群的概念 好 我剛才在前面提到就是說 你被大文高中推薦到某個大學的文法上 相關科系的話 那個叫第一學群 好 理論科系叫第二學群 好 所以你要有學群的概念 好 一學群叫第八學群對不對 好 那再來 是不是要校牌前50%才可以成下凡心對不對 好 但是重點是 但是更好的大學他會不會要求校牌要更前面 一定會對不對 好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台青教這種 他要求校牌要多少 前板就20 好 中心要求到前板就30 好 那這個高一重的一只要求校牌要多少 前板就40 那這邊是前50%的 有沒有 好 那你有沒有看到 這樣投影片裡面有四個學校 老師把他用紅字表示 有沒有 好 那四個 張師跟誰 高雄跟東武跟米蘭 我想要用紅字表示 這樣比較好推嗎 好 因為他們的什麼 門檻去年要低 有沒有 好 好 張師跟高雄他去年都要求校牌要前20% 那今年幹嘛降到前30% 好 你一定他覺得他門檻設定太高 聽懂 OK 好 那同樣的東武宜蘭他去年都是40% 但今年降到50% OK 好 那其實嘉義大學之前都是20% 他去年降到30% OK 好 所以這個校牌的要求對不對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告訴我們說 每一個高中對每個大學的每一個學群最多只能推兩個同學出去 對不對 好 那我舉個例子 你們直接去想一下 你們學校今年最多可以推你們高三幾個同學到台北大學的第一學群去參加環節真學 最多兩個 那可不可以推一個 那可不可以不推 也可以 可不可以推三個 不行對不對 這樣懂嗎 好 你們學校今年最多可以推高三幾個同學到台北大學的第二學群去參加環節真學 好 最多也是兩個對不對 那第三學群呢 最多也是兩個 聽懂嗎 好 他是用學群來區分 OK 好 那懂了之後緊接著他會告訴我們什麼 每個同學可以 假設你可以參加環節真學 你最多只能被推到一個大學的一個學群 這很容易去理解對不對 你有沒有可能你可以被推到很多大學很多學群 然後去占領你呢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被推到一個大學的一個學群去參加環節真學 這樣聽懂嗎 OK 好 聽懂之後緊接著 來看一下 你被推到某個學群之後 你可以填那個學群很多科系 還是能填一個科系 好 我們該提到很多的 所以你被推到東吳大學的第一學群的話 他告訴你最多可以填幾個資源 十二個對不對 好 你被推到這個中吳大學的第二學群的話 他告訴你最多可以填幾個資源 八個 聽懂嗎 OK 好 那所以你可以多填志願 對不對 好 不是只能填一個 OK 好 但是這個就很重要囉 他要排併推薦學生的優先順序 好 這就會影響到你們的一個權益 有沒有 好 那這個重點在哪裡 延續剛才我講的那個例子 假設你們學校今年總共推你們高三 兩個同學到台北大學第一類群 那也推了另外兩個同學到台北大學第二類群 也另外推了兩個同學到台北大學第三類群 假設你們學校今年總共推了六個同學到台北大學的一二三類群 好但是這六個同學在校內選出來之後 你們學校要不要排這六個同學誰是第一身位 誰是第二身位 誰是第三 誰是第四 誰是第五 誰是第六 對不對 當然一樣對不對 啊誰可以第一 一般來講就是他校牌最前面嘛 比較相對比較前面嘛對不對 啊校牌如果同分怎麼辦 怎麼辦 如果校牌一模一樣怎麼辦 一般來講 學校遊戲規則怎麼會怎樣 看誰的總級分比較高 對不對 如果總級分又一樣怎麼辦 好你們學校可能就會比 譬如說誰的什麼國文科這個級分比較高等等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會排出那個順位對不對 好 所以你們學校如果說 有很多同學要推同一個大字的話 他必須怎樣 把這個順位排出來 好排出來 那這個順位做不重要 順位做不重要 一定很重要人家才會叫你排嘛 對不對 好但是這個順位什麼時候會用到 來在這個翻新第一輪分發的時候 請問 電腦一定先從第一順位的同學先看 還是從第六順位的同學先看 一定是第一順位的同學先看嘛對不對 好不可能從第二順位或第三順位先看對不對 好 所以一定從第一順位的同學先看 好但是這個順位什麼時候會影響到你 來 翻新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 翻新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 他規定說 每個大學在第一輪的時候 最多整路群每個高中所推出去的這一些 一二三類群的同學全部加起來 最多整路群一個 第一話聽懂嗎 好 翻新有規定 他有規定說在第一文分發的時候 每個大學最多整路群每個高中所推出去的 這一些一二三類群的同學全部加起來 最多整路群一個 好 那我講剛才例子你就懂了 假設你學校今年總共推了六個同學 到這個中心大學的一二三類群 OK 好 但是 如果電腦在第一輪的時候發現 排在第一順位那同學的成績跟條件 足以錄取中心大學某個科系的話 請問 在第一輪的時候 二到六順位那五個同學有沒有機會 你有機會 你有機會 因為我剛才提到在第一輪的時候 最多整路群一個嘛 就是這樣子對不對 好 所以排在二到六順位那五個同學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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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校內初選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我排在別人後面 所以風險很大 所以乾脆給他 第一個放棄 不要參加了 第二個呢 你可能會去換其他學校對不對 你可能會去換其他學校 然後你是第一順位對不對 對不對 不要聽懂嗎 OK嗎 好 但是重點來了 我們剛才看到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彰化女中 那在一百零五年的時候 他透過翻新 上五個台大怎麼上 怎麼上 OK 好 這五個裡面其中有一個 一定是第一輪直接上 另外四個呢 一定是第二輪上對不對 好 那你可能會問說 老師第二輪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我剛才前面知道 你看很多圖片 發現畫台大五十八科系 有二十六科系要跑第二輪 然後成大有二十二科系 輕大有二十二科系等等 有沒有 然後彈教有三幾個科系 生四幾個科系要跑第二輪對不對 好所以第二輪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對不對 所以在第一輪的時候 排在後面順位同學 所以雖然他第一輪沒機會 但是有可能他所填的科系 在第一輪怎樣 是有缺額的 這時候他會再跑第二輪 所以有些同學 他會在第二輪怎樣 上 但第二輪的時候 他會被限制成錄取一個 他就不會限制了 OK 好 所以翻新的這個 重點大概在這一邊對不對 好 所以 假設你們學校 今年要去推翻新的部分 台大正大成大等等 有沒有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什麼 要不要排順位 一定要排順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顧及一次 翻新是每個群群最多只能推兩個 對不對 但是翻新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 第一輪的時候 一二三類群綁在一起 最多只能錄取一個 你有沒有看到 在這一邊 對不對 好 但其他類群呢 也是最多是怎樣 單獨可以錄取一個 你有沒有 所以第八類群 他跟這個一二三類群 是沒有怎樣 沒有影響的對不對 好 但是第二輪他有沒有限制神錄取一個 沒有 對不對 剛剛聽懂嗎 OK 好 那聽懂之後 我們來講一下 什麼是翻新 你可能會問說 老師你剛剛不是已經講過了嗎 那我們現在再講更仔細一點 來 第一個 有一個同學他是建榮同學 他考六十七級分 有一個聖區剛好同學 他考了多少 五十六級分 OK 好 那他們兩個同學用百年去報什麼 政大、建榮學生、自然數 好 那當然 他們可以報的話 這邊政大所要求的學生門檻要不要破 當然要破對不對 好 那這106年的時候 他要求總級分要前標 好 去年總級分前標大概多少 好 大概五十五級分 OK 所以這兩個同學有沒有通過 有通過對不對 好既然有通過的話 緊接著要比什麼 比校排 建榮同學在建榮排在頭上 17% 社區高中的同學排在 社區高中6% 請問誰先上 社區高中同學 他6% 對不對 所以結論是什麼 社區高中同學 他用五十六級分 上到哪裡 政大、建榮學生、自然數 對不對 好 那重點來了 這個考五十六級分的同學 他如果要用 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那個廣告叫個人升級 進到政大、建榮學 以及容不容易 你覺得不容易 你覺得要多少 你如果用個人申請的話 你覺得他要多少 多少 好 去年 那你看一下第一階段 六十八 然後呢 文科十四 一加速多少 二十六 而且只是過第一階段門檻 所以你覺得他用繁星賺了多少幾分 對不對 感覺賺了十二幾分 對不對 不容易 你要賺一幾分都不容易 他要賺十二 有沒有 好 所以你覺得繁星跟升級差在哪裡 你這樣看完這個例子之後 你覺得繁星跟升級差在哪裡 老師直接告訴你 繁星的學測門檻比較涼 比較低對不對 就比較低 OK 好 這樣比較低的話 我們再看一些例子 來 這個叫台大社會 你看看個人誰 英文要多少 十五 這叫中心 就是動科學 國家應該要15 個人誰要35 這邊多少 25而已 差十幾分 OK 來這個總級分 要53 他只要多少 軍標四次 有沒有差 所以老師為什麼告訴你繁星的學測門檻 跟個人選擇去比的話 學測門檻比較怎樣 比較低 那既然比較低 你要不要試試看 你有機會當然要試試看 因為他門檻比較低 對不對 你沒上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再等一下個人申請 OK嗎 好 那聽懂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繁星的學測門檻 好 這叫台大 對不對 好 你一提到台大 你覺得他如果設定學測門檻 你覺得他應該要設定什麼 因為他叫台大 所以一定要設定定標 才叫台大 對不對 好 但是他繁星有沒有這樣設定 他很多科技就怎樣 軍標或錢標 有沒有 感覺這樣一級 這樣一兩級 對不對 好 然後再來 中文要大學 好不好推 繁星好不好推 你覺得 聽到中文要大學 你覺得他學測檢驗門檻應該設什麼 給他設定到前標對不對 但他這什麼 後標 有沒有 後標 有沒有降一級 降兩級 對不對 好 再來 中三好不好推 中三你覺得中之輩是什麼 應該要前標對不對 好 他設定什麼標 軍標 有沒有降一級 有沒有 好 再來 陳大寅有沒有 陳大寅覺得他就是那樣 有沒有 應該要頂標的 結果呢 軍標而已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所以我發現他繁星的門檻比較怎樣 比較低對不對 OK 好 那比較低當然就可以怎樣 去試試看 對不對 好 老師其實還有去統計一個數字 叫86% 好 去年有86%的科技怎樣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他在第一筆序的時候 怎麼樣第一筆序 一定是校台 對不對 好 他在校台就已經決定什麼 要錄取哪些同學了 這句話什麼意思 就是有86%科技他在第一筆序 校台那個筆序已經決定要錄取哪些同學了 表示這一科技他會不會再比到第二筆序 不會對不對 好 這句話記下來 好 好 那他們第二筆序一般會比什麼 第二筆序一般會比什麼 第二筆序一般會比什麼 最常比的東西叫學測總幾分 好 你們這一屆建築有838科技 第二筆序一般會比什麼 學測總幾分 那有244個科技 他第二筆序會比什麼 學測的文科幾分等等 但是我剛才講的 那86%的科技 他去年有沒有比到這些東西 完全沒有比到這些東西 有沒有 他在第一筆序 校台決定怎樣 決定要錄取哪些同學了 有沒有 OK 好 那懂了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繁星跟橘的例子 來延續剛才的狀況 假設你們學校今年總共推了兩個同學到中間大學第一類群 另外兩個同學到中間大學第二類群 另外兩個同學到中間大學第二類群 另外兩個同學到中間大學第三類群 總共推六個同學到中間大學去參加什麼 繁星的甄學 好 我們把誰排在第一順位 誰 5對不對 誰排在第二順位 好 對不對 我剛才是提到一個環境要排順位 對不對 好 誰排在第三 比對不對 等等 好 那在第一輪分發的時候 請問電腦會先從哪一個同學成績跟條件去看 哪一個 一定是霧 因為他第一順位 對不對 好 但是我這邊假設 霧沒有上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上 好 我跟老師講說 他是我們校牌前半之一 他怎麼沒上 有沒有可能沒上 有可能 因為怎樣 他所填的科系 遇到其他學校的競爭對手 比他還怎樣 比他還強 對不對 別人可能也是百分之一 結果百分之怎樣 好像就沒有用了 結果比學特總比分輸別兩幾分 所以就輸了 這樣聽懂嗎 好 那既然霧沒有機會 輪到誰有機會 假 對不對 好 但是我這邊假設假有上 那你可能問說 假為什麼可以上 然後我不能上 好 因為假所填的科系 遇到其他學校的競爭對手 比他還怎樣 比他還弱 所以他怎樣 他就上了 聽懂嗎 OK嗎 好 所以跟他所填的科系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對不對 好 那既然假上的話 我們乾脆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 繁星他有要求 在第二順分發的時候 每一個大學最多整錄取 每一個高中 一二三類型 加起來最多整錄取一個 對不對 所以既然假上的話 請問排在三到六中 那四個同學有沒有機會 在第一輪的時候 就沒機會了 對不對 所以他是怎樣 他這四個同學就怎樣 就沒有機會 那他是不是永遠沒機會 不是 有可能他在第一輪的時候 他所填的科系怎樣 在第一輪的時候怎樣 可能有缺額 這時候他會怎樣 再去跑第二輪 對不對 好 那 再跑第二輪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同學怎樣 可能在第二輪怎樣 被錄取 就是這樣子 這樣看得懂嗎 OK嗎 好 他會限制整錄取一個 不會 第二輪的時候就不會限制 你可能會再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你可能問說 老師那個悟在第二輪的時候 還有沒有機會 你們覺得 你覺得悟在第二輪還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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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嗎 因為他第一輪沒上 你覺得他第二輪還沒機會 沒有 為什麼 好 什麼時候會跑第二輪 什麼時候會跑第二輪 一定是第一輪有去第二輪 對不對 好 所以悟落的時候他所填的科技 在第一輪有缺額的話 他是不是在第一輪就應該上 對不對 所以表示他所填的科技有沒有缺額 沒有缺額 這樣聽懂嗎 好 這樣聽懂嗎 OK 好 好 那懂了之後 你可能對凡行應該會更清楚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叫台大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台大 這個橫頭叫校牌 重頭叫學測成績對不對 好 你可以看到台大很多科技都怎樣 他最後錄取結果 校牌要很前面 而且學測成績要很高 但是台大還是有一些科技怎樣 他錄取結果怎樣 校牌不用那麼前面 然後學測成績不用那麼高 也是有對不對 好 不是每一個科技都一定要一趴 對不對 OK 好 然後我們看一個相對的例子 來自叫濟南大學 請問濟南大學這邊 為什麼是空白 為什麼 很簡單 你校牌如果一趴 你第一個腦袋裡面 會不會想到濟南大學 你一定想到台青椒正大那一些 對不對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感覺凡行他怎樣 因為他也是看校牌 也是看學的成績 尤其校牌部分對不對 好 所以他其實跟其他的管道一樣 也跟大學的排名還是有一些關係 對不對 OK 好 那給你三個方向 如果說你可以參加繁星的話 你聽一下 你是屬於哪一個重點 哪一個方向 那你就用那個方向去操作對不對 好 那第一個就是 就是如果你在大灣高中的校牌很前面 而且你2月23號拿到學生成績單 發現你的學生也考得很好 請問你可不可以用版型去競爭很棒的大學 然後很熱門的科技 當然可以對不對 你會不會怕比到學生 不會 因為我剛才前提是你學生考得很好對不對 好 那第二個狀況就是 如果你在大灣高中的校牌很前面 但是你今天學生沒有考好那怎麼辦 導致告訴你 你還是可以去競爭很棒的大學 但是你可能要把 不是那麼熱門的科技 怎樣 填在你志願裡面 為什麼 為什麼 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就有提到 有86%的科系 在校牌那個比區 就怎樣 決定要錄取哪些同學 對不對 所以既然你校牌已經很前面了 你會不會在校牌就怎樣 贏過別人 他會不會再比到學生 不會 但是前面的學生基本門檻要不要過 當然要過 對不對 好 所以這第二個狀況 OK 要看學校 要看學校 當然台大的話 你學測當然 要好的話 你要七十幾分以上 那中自備的話 可能大概六十六十五左右吧 對 所以還是要看學校 OK OK 對 對 因為它是那個森林學系 但是那個森林學系 因為一般就是可能競爭不是那麼激烈的科系 所以它用校牌好像兩趴就直接過了 對 那它那個森林學系 它前面要求學測只是一個基本門檻 所以它雖然它的學測成績只考了四十八級分 但是它所那個台大那個森林系 所要求學測基本門檻 它還是有過 好 可能就是一些軍標後標的那個門檻 所以它就過了 對 對 但是它如果要用那個級分去競爭 就是台大電機或什麼 那是不可能 對 好 所以還是要看學校看科技狀況 好 好 那第三個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很多同學會覺得說 老師我雖然可以參加繁星 但是我校牌只有二幾趴 三幾趴 四幾趴 老師我覺得那個校牌也沒有很前面 好 我覺得也沒什麼機會 所以它就放棄了對不對 好 但是我要跟這位同學講一下 我們剛才就有找到一個重點就是 如果把繁星跟申請去比較的時候 發現繁星的學測門檻比較怎樣 比較低對不對 好 既然比較低的話 當然怎樣 有機會就要試試看 所以遇到這些同學 我會建議他怎樣 在二十三號拿到學測成績單的時候 請他先把什麼 個人申請那六個科技先去把它找出來 個人申請他可以填的那六個科技先去把它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 裡面有個最喜歡的 請他先用什麼 先用繁星那個管道先試試看 聽懂嗎 請他先用繁星那個管道先試試看 這是我們大概跟 可以參加繁星同學 這個部分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基本上 這個繁星他學測門檻比較低 那有些同學可能問說 那老師我繁星沒上怎麼辦 當然還是可以參加個人申請 對不對 好但是重點是 你繁星如果上的話怎麼辦 你就不能參加個人申請 但是你跟老師講說 我可不可以放棄 你可以放棄 但是你還是不能參加個人申請 聽懂嗎 所以要記得 你繁星如果上的話 你就不能參加個人申請 但是你繁星沒上 你還是可以參加個人申請 聽懂嗎 因為繁星那個時間 是在個人申請前面 對不對 好 好 然後我剛才講的那個台大去年低輪 缺額孝季 這二十六個在這一邊 OK 好然後 然後 台大也有那一種連續三年 都有二年 有沒有 連續三年 對不對 你可能覺得一年是不保險 但是他連續三年 有沒有 表示他很明顯 他就是這些科技 那在第一輪竟然沒有那麼激烈 對不對 OK 好 OK 所以他只要發現他第一輪有缺兒的時候 他變得直接怎樣 去跑第二輪 OK 好 所以他到時候那個成績公布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我們第一輪他錄學幾個 第二輪他錄學幾個 OK 好 然後 再來 正大 他也是有連續三年都二輪的科系 連續三年都要跑二輪的科系 有沒有 好 然後 再來 陳大也有 他也連續這個三年都要跑二輪的科系 好 再來 這是報名的書 好 那比較重要當然就是繁星轉系的規定 其實老是八線 其實繁星你就繁簡這樣 你會發現繁星要轉系的話 他幾乎都怎樣 都是OK的 有沒有 你用繁星上了某個大學 但是可能不是你喜歡的 但是你可以怎樣 大一拼一下 然後怎樣 功課好一點 他們大的時候怎樣 你可以轉系 有沒有 所以繁星其實怎樣 大正都怎樣 你可以去看一下簡章 其實幾乎都可以轉系 幾乎都可以轉系 好 然後 比較重要的是 繁星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你在關鍵報道裡面 因為繁星其實效盤很多 所以我們提供四個年度 那你可以看到 這一邊是106年 這邊是105年 然後我們也把104跟103 他這個分發結果的效盤 好去把它放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四個年度的資料 這繁星部分 那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繁星今年放進去一個 非常好用的一個系統 就是我們把這個 你用繁星去挑選到的科限 我們用曲線 把它效盤這幾年的狀況 就把它跑出來 所以假設有個同學 他的效盤是15% OK 大家今天想用繁星去試試看 中正大學的企業管理學系 好這時候我們跑出來的曲線 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發現 中正大學這幾年的 這個企業管理學院的校盤 幾乎都是怎樣 在15%以前 有沒有 所以這個同學他有沒有機會 很明顯就沒機會 對不對 好所以 你可以用那個系統去怎樣 去操作 去操作 好 好有沒有 你用那個序號 接到網站的時候 其實他會有這三個程式讓你用 那我剛才前面講的 那是申請 那這個是繁星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譬如說我們現在用繁星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去輸入你的什麼 學測成績 好 學生都知道這個網站嗎 學生都知道這個網站嗎 他們如果說有我們那本書的話 他有那個序號 他就會進到網站上面 OK 所以他們買了 買進貨的那一本嗎 不是 是有一本叫關鍵報告的 OK 好 好 然後 當然他有一些可能會要求要看什麼 第一題的成績對不對 好然後他會要你去輸什麼 你的校塔 OK 好 然後你再點下一步這邊 你就可以去挑選你要看的科系 譬如說你選擇這個前30%的這個學校 好 然後你就選擇你要看的這個學校 然後這邊你選擇你要的這個類群 OK 好 然後這邊就會有相關科系 好 那 看到之後他這邊 他其實基本上他會先針對學測成績去判斷 好 你有沒有通過 如果沒通過他就打差了 有沒有 好 那打圈的科系 表示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機會大不大 好 譬如說我們來看一下長根大學資訓功能的學系 好 你把他點進去之後 你點下一步這邊 好 他這邊就會跑出那個曲線的那個結果 有沒有 好 這邊就會跑出來 有沒有 好 你就可以大概看一下你的落差的狀況 好 那當然這個科系 他在2017年的時候 他校排是26% 而且他是可以二輪的 有沒有 他是可以二輪的 那可以二輪的表示他怎樣 他在低輪是怎樣 是錄取不足了的 所以如果說他錄取滿完的話 他可能那個趴數會比他更後面 好 會更後面 好 所以你看到可以二輪的那種科系 其實是應該是更安全的 好 會更安全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 那當然你要去看其他科系的話 好 你再回去前面這邊去挑選科系 好 所以你可以運用這個系統去做一個這個掌握 好 這大概我提供的這個部分 好 因為今年我們特別把這個系統放進去 OK 好 那當然那個申請的部分 申請的部分 前面剛才沒有操作 但是你可以繼續操作一下 好 那今天我們特別把那個 那個 翻新的部分去把它放進去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一直沒有想到說 翻新應該怎麼放 因為其實翻新你這個 要去做這個弱點分析其實不容易 因為有些科系它每一年落差很大 每年落差很大 例如像這個科系 來看一下 它在2013年的時候是8% 然後2014的時候是46% 2015的時候是9% 然後2016的時候是46% 2017的時候是23% 你怎麼判斷 對不對 你怎麼判斷 那判斷就出來 那你可能預測說 它今年可能會往上跑 那往上跑到哪裡 有30幾%嗎 還是30% 還是跑到40幾% 對不對 很難判斷對不對 好 然後 有沒有比較好判斷的 有 像這一種 它每年就多少 每年就是1% 有沒有 每年就是1% 連續每年有沒有 五年秋都只1% 對不對 好 那這種你是2%的話 你可能是2% 你要去抱一塊 你心裡面會毛毛 對不對 你可能知道 它大概每年都1% 好 所以這個系統可以大概 稍微輔助你一下 好 去做一些參考 OK 好 這繁星推薦的部分 有沒有問題 OK嗎 那繁星的區 就是每年就是學習 學習 它只能被推到一個大學的 一個學群 對 但是那個學 每一個學群它可以填著科系 不一定 要看簡章 對 要看簡章 對 因為有些大學它可能 譬如說它D類群的話 它可能可以填8個 有些學校它D類群可能 因為它科系數不多 可能填5個 但有些大學 它這個D類群 它科系很多 它可以填 可以填到12個 也有可能 對 可以填到12個 不行 不行 填一個大學 一個類群 對 但是學校這邊在幫他們 去做那個校內初選的時候 可能可以讓他們試得多填學校 對 但是它最後 確定之後 它只能被推到一個大學的一個類屬 OK 你說最後結果是一個學校一個系 一個類屬 對 對 對 就是學校初選的時候可以這樣做 對 對 學校初選的話應該會讓他們先這樣子去操作 對 OK 但是它自己往外填 對 對 對 往外填都只能挑一個大學一個類群 對 沒有錯 對 不行 只能一個大學類群 對 對 對 所以就是 花點時間去判斷一下 對 OK 好 那當然剛才繁星我比較要講的重點 當然就是說 你可能覺得說 自己要的學校 可能被其他同學怎樣 已經算會排在你前面了 對不對 那你可能因為這樣就怎樣 就放棄了 但是我剛才提到其實繁星還有第二輪 對不對 反正你就不填來不填 你就填填看 對不對 試著去填一下 好